你们的smail令小姐姐来了 躲什么躲 抬头 挺胸 姐给你画的这张脸 可不是用来对着地板呢 对啊 小姐姐 画这么好看 为什么要低着头啊 你是口红颜色很好 什么牌子的呀 口红 她 她涂了口红吗 我怎么看不出来啊 自然糖 胡萝卜色 显白 你美美地征服世界去吧 我收工了 小姐 我送你 我给你开门 小姐姐 挺好看的呀 别护上这脸 来 小胖 我这样可以吗 会不会太白啊 小姐姐 你都调了八百遍了 官位都发了十分钟了 开吧 这么多人 个十百千万 十万 三十万 这么多 要不还是算了吧 没事 直播平台都人数虚高 估计就两三万 那一会儿谁骂我仇你就疯谁 我的医生医名就靠你了 好的 疯能过来吗 诚哥 我劝你善良 三大 要不起 北风 红红了 大刺喜 刺个二 王家 历史上最神秘的人要露面了 我该如何假装不嫌疑她长得丑的模样 急在线党 我老婆 小姐姐和我小娘姐比你更好看 你手就成熟小丫子 真的是女人 怎么会碎啊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拼了 对对对 就是那个名不见经证 现在尚未打职业队天选小主播 以后每个月都会在直播间跟大家见面 大家记得点一下订阅 我要开始打游戏了 谢谢大家 发起进攻 我若细就看不见弹幕了 看不见已经不存在 我真是个小精灵鬼人 他们居然找了一个小学生来打比赛啊 你 CGDX战队雇佣同工我要去举报 你看上去最高不超过一米六 看小学生打职业怎么感觉这么忙 二三四三三三三四 陆思成 你他 在干什么 念弹幕在直播 注意文明 小孩子不要讲脏话 我又没说 再说了 小胖天天说 他已经没救了 聊聊天就聊聊天 干嘛突然cue我 你别念弹幕 我会分心 会死 不 谁在念弹幕 是诚哥 对 是我 我老婆不是追悦神啊 是Smiley 你大概需要去看一下眼科 如果脑科人找的话 我推荐你也可以去 他在干嘛呀 啊 Smiley 啊 你长得真好看 真好看 真好看 好凯好凯那么多啊 要不去厕所吃点什么 冷静一下 你这样念弹幕有意思吗 有啊 Smiley明明长得那么忙 为什么游戏打得那么凶啊 心有猛虎 细朽强威 你准备念到什么时候 我累累的时候吧 你能调高座椅的高度吗 你这样坐着看着好矮啊 摄像头能不能照项你的脸 别只有脑门吧 电竞艺你不会用吗 电竞艺你不会用啊 你 哦 功会累啊 说得真惨啊 二三四四四四四四 小蕊 你给童谣买的显示器黑白的吗 我怎么知道啊 小姐姐生气的样子好可爱啊 当然了 河豚生气的样子也很可爱啊 上来第一把就输 小姐姐你以前不是代打吗 代打打成这样你信吗 你和我老公啥关系啊 你老公是谁啊 叫他过来让他跟我聊聊 你打个游戏还要诚哥念弹幕啊 多大脸 我让他给我念弹幕了吗 谁买一包亚药喂给他 我捐一块钱 看见我这战绩了吗 就是念弹幕给念的 不要脸 防管干活了 这个人 疯了疯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主播不太开心 要去喝点酸奶虚蜜 孩子 你一会把你的美颜摄像头的牌子 去都发给小胖啊 陆思诚 你上辈子吃哑巴吗 真的买了美颜摄像头啊 二三三三三 小姐姐偶像包袱 你得中二三 陆思诚 小姐姐真凶 二三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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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加油 瞬哥 你的老ỗ时间 也来约训练赛了 现在不行 我看童谣现在挺积极的 而且最近训练赛上 表现得还不错 不是 我 不行 童谣还需要再训练一段时间 以后再说 好 你是队长 听你的 诚哥 都是脸 躺拿出来 木头纯的 那还不行 还有 还有 陆夫人叮嘱过 不许吃虫 不许吃虫 陆思成 你不会真的喜欢童谣吧 我怎么不知道你还吃窝边草啊 可是他们已经公开挑衅了呀 而且都已经训练这么久了 童谣他 他应该已经可以适应了 他们为什么挑衅 还不是听到了风声 现在俱乐部公关队全世界说 我们新中单训练赛无敌 想向韩国证明实力 就找他们运营商队 为什么一定要回应TAT 这是俱乐部总经理的决定 我也没办法反对 现在外面的舆论都在说 ZGDX战队是缩头乌龟 我们总不能真的当缩头乌龟吧 而且输一场就输呗 新赛季开始前 两个赛区的强队互相出一下底 也很好啊 早晚都是要跟TAT撞进的 阿太不一样 并不是输了就输了这么简单 俱乐部已经安排好时间了 而且指定这场必须同样上场 那随便你们 反正到时候出了事 别找我替你们收拾残局 你也太呼着他了吧 事事都出头 之前电竞白色传的事 你直接在网上说话 俱乐部就已经来找我了 这事我压下来了也就算了 你现在连训练赛都不让打了 真的莫名其妙 你明明知道 赛季前我们跟韩国强队 打一场训练赛得到的提高 肯定要比国内水平 就在我们之下的战队要高得多吧 而且输一场怎么了 不至于信心就崩溃了吧 我真的搞不懂 陆思诚 你不会真的喜欢童谣吧 我怎么不知道你还吃过边草啊 我就不回答你这个问题了 我就不回答你这个问题了 自己琢磨一下你刚说的话 可笑不可笑 所以你之所以这么护着他 是因为他是个小姑娘 觉得他走到今天这步不容易 怕他输了比赛被俱乐部淘汰 小睿 那艾滋要是听到你这么说 估计会跳下来打你的头了 艾滋这个梗什么时候能过去 我没把他看作小姑娘 所以没有同情 没有怜悯 更没有觉得他走到今天 有什么好不容易的 我把他当成了战队 将来可以用的新人 好不容易让他知道了 职业竞技的重要性 他刚刚融入战队 这个圈子鱼龙混杂 什么样的人都有 像他这样异性之想打比赛 打出好成绩的苗子 打着登陆都难找 所以我不想他还在 没被锤炼打磨成宝石之前 而被一些原本可以避免的事情 半路腰折 我 我有点糊涂 阿泰 我曾经在TIT战队的时候 他就是个有名的凶神 说他凶神 并不是因为他有多强或姿势有多深 而是他更像是一个中单制检员 不留情面 曾经TIT战队想要培养新人 没有中单替补在和阿泰打完训练赛后 不是被他打得直接放弃职业生涯 就是留在刺激联赛一蹶不振 至今韩国还有很多队伍拒绝和TIT接训练赛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他一看敌人的眼光 就看强劲的队员 在他眼里 所谓的训练赛 根本不是什么基础交流 而是他一心之想检验对方的实力 是否能和他一战 我有时候觉得 这家伙如果不打职业 放在别的行业里面 估计也会是一个冷酷无情的厉害人物 你知道曾被称为 明日之星的Star战队吗 我知道 牛山他们 那时候他们的输出真的很强 来了冠军 游戏公司还特地给他们 定制了一款赛季纪念皮肤 以此纪念他们这个赛季的账务不胜 可是他们不是已经退役了吗 上赛季春季总决赛 阿泰就用这个皮肤 通关中路 亲手送他的对手圣殿 阿泰就是这样 这次对方来意很明显 全部缺光打马摩都买了 请他能赛季春季的赛季 如何赛季的赛季 童谣是个新人 钢筋队训练赛成绩好 亮眼操作 打法自信有激进 还定对人 自信是好事 卫手卫脚才叫人觉得头疼 外面都会把他捧上天了 无情投地 这种小孩如果受到挫折 没有抗击大能力 很快就会崩溃 这就是我不同意俱乐部 让童谣跟他比赛的原因 诚哥 你说阿泰来着我们打训练赛 会针对童谣做这些事啊 他会拿玉藻钱来打败童谣 这是他的拿手好戏 喜欢拿对手拿手的英雄 来狠狠打败对手 可童谣他是国父第一玉藻钱 未必会输 他就是比赛季的赛季 奔着这个称号来的 他要让大家知道 谁才是世界第一玉藻钱 我错了 我就该跟俱乐部剧里力争 我得保护童谣 我就说了你会道歉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吧 那我现在怎么办 我去拒绝训练赛吗 诚哥说得没错 现在让童谣打 确实不合适 可是官微都回应了 也没法反悔啊 但是别骂索脱谣也太难听了吧 小瑞也是左右为难啊 对对对 我得跟童谣说一声 不行吧 说什么 怎么 程哥 是啊 小瑞太难了 好玩吗 我不是故意的 我说 我什么都没听到 你信吗 偷听到了多少 没偷听 只有一点点 你说我成绩好 操作亮眼 是个好苗子 打着灯笼都难找 还说 我是个宝石 什么 所以 是真的吗 你说我是个宝石 我给你当队友这么多年 我给你当队友这么多年 也没见你赞美郭武 茅坑里的垫脚石就有你一份 谢谢啊 谢谢啊 谢谢 咋回事儿你俩这四目相对的 陆梅欧与朱丽叶啊 刚辟谣你们什么都没有 后脚就保持雨仙光的赞美伤了 冰川消融 铁树开花 枯木逢尘 一帮如智 年贵正传 既然你都听到了 我们就不瞒你了 阿泰这次百分之九十九 就是冲你来的 前车之间有牛神 我也不想你刚签职业 就被打到退役 毕竟 你也算是我一手发掘的 我还没拿到全国总冠军呢 怎么会退役啊 现在拒绝还来得及 逃避虽然可耻 但是有用 我再去跟俱乐部商量一下吧 不 瑞哥你别去了 我就要做那个 替天行道的美少女 既然 总有一天会面对 逃避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现在被打败 总比在赛场上 被打败的时候强吧 而且 就算他拿玉藏钱 我也能赢 挺乐观的 走吧